出身是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呢是环境对你的影响 你的出身好和不好都会有影响 还有一个是我们特别就是顾忌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天生的问题 这种东西叫性格 性格是天生的是可以遗传的 我们说自个儿很多人不相信 说性格怎么遗传 我告诉你个指标你就相信了啊 因为说人吧就没法说 因为他老是觉得人是后天因素大 其实不一定 这个国际上的名犬协会 对名犬的定义啊 这个狗的定义 他除了身高体 比如公犬最高应该多高 母犬应该多高 什么什么各种 他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叫性格三代不得变异 狗不许变异 比如这种狗 同样是狗啊 这个斗牛犬 你越痛他就越凶 越痛他就越凶 这是他的性格 改不了 他不因为你环境很好 他就不凶了 那有的狗也叫 往往往叫 你一捅就回去了 这也是他的性格 这个性格决定这个狗是否能加入世界名犬协会的这个名单 那么狗和人都是生物 您就是狗眼看人 狗眼看人低 我就说这个性格中呢 很多人就说到他 他刚才你说他跟他奶奶很像 这就叫性格 他一定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在传递 只不过这个传递呢 因为后天 人类在后天中能改很多 被文化约束很多 比如你连续碰钉子 你的性格就会收敛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环境中没有碰名字的机会 你的性格依然是你自己的 我们的性格都是改过 那老炮属于那种这种心态吗 老炮是 老炮让这电影彻底给带走进了 对不对 老炮是这样 过去所有的这个老炮并不是指北京本土成长的这些人 往往是那种带有一些大院背景啊 有一些就是强烈的文化自我的这些人 这些人老炮最强的一个概念是 做事不计成本 这是老炮的本质 我们后来为什么老炮精神 为什么老炮后来这个电影特别红 就是他闪现了做事不计成本的这个本质 我们今天做事 第一件事就是成本 这事我值不值得我去 我为兄弟值不值得两肋插刀 我们去做事情 他们得算一成本 这事 我这半天去干这烂事 我就不去 算完了 最后还是插兄弟两道 所以今天非要讲出身的话 我们来想想老炮 其实跟出身没有关系 跟你的见识 跟你对的阅历是有关系的 那出身影响见识和阅历吗 我觉得还是家庭教育非常影响 比如说我从小我奶奶跟我说 这个是个男性主导的社会 身为一个女人 身为一个女孩子 我是大家庭当中的第一个孩子 但是我很不幸是一个女孩 我奶奶说你必须要读书 你长得又不好看 读书我也要 你奶奶笑面有点问题 我小时候 我后来只尽我 好天的努力 我非常努力 但是比起我一个漂亮的妈妈来说 我的确压力非常大 我奶奶就说只有读书 才让你不寂寞 你就发现 真的是你发生任务 小时候你今天想想 我第一次想要刺杀 是我小学教不出那个 寒假作业 暑假作业 可能小学一年级吧 那时候就想死 这真是奶奶的纲 今天一回头想多可笑啊 但是每次想到要死 觉得自己 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时候 就有人会丢本书 给你看一看 你就发现 历史上这些人都没死 凭什么我死 我还年轻老美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家庭教育 你会知道你这个 其实中国人每一个家庭 都是一部血泪史 恨不得 就你们家庭在这个 整个的那个 怎么发展的过程当中 经历过什么事 你如果真的都知道了 你回头一看 你不断地去印证 人生的经历 你觉得这都不是事 这天空飘来 多少个字都不是事 你看不是 有一阵流行 有一个公司里 在人力资源部工作的人 在网上写一个文章 叫做什么呢 寒门在南出柜子 他就是说他们银行 来了这么一堆实习生 最后只能留下两个 后来他就说 他这同事说 说你看着啊 我告诉你 谁家是农村的 谁家是干部家庭的 谁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 他说八九不离十 你比如举一个很简单例子 他说第二天上班啊 来的最早的是农村那的孩子 尽管他来的最早吧 但是他也不大会交往 见人也不会叫 但往往干部家庭的孩子 一来了就是说 叔叔辛苦啊 我给您倒杯水吧 干部家庭 会来事 会来事 然后呢稍微有点招人烦的呢 反而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 就是说好像也有点清高 也不太爱跟人家合作 你看这就说明这些 跟他的成长环境 他是有关系的吗 那为什么不回归的 不是出身而是家教呢 我是觉得像齐同伟这样子呢 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同情 是因为家庭教育啊 他完全无敬畏 不知廉耻啊 就是一样寒门出身 为什么会有人 你这个有点太虚伪了 你假装自己是寒门 哪里有你这样子的寒门 而且方舟 不是 方舟跟他妈妈的这个关系 我看我方舟一个文章 这不是一般的 这叫什么寒门 还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 有独立人格 女性的女儿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发展 那只能说 这是一个家教 你爸爸高攀了 你妈妈下嫁了 是吗 就是我觉得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 就是他从小知道 他跟他的妈妈是最好的朋友 他有什么事可以跟妈妈商量 然后他妈妈看他的手机一点 他觉得很正常 很好 我应该让我妈妈知道 这是多么好的家庭教育 主要是他的秘密少 他秘密要多了 他也不让看 他有秘密 他绝对有秘密 但是问题是 这叫什么 我父亲现在都不在了 母亲还在 母亲在 他也不看圆桌派 所以我也可以随便说 可以随便说 我都给他老人家送袋子去 我爹是一辈子 照顾我妈的一个人 就事无巨细 我从小 我母亲不穿北京产的鞋 她是北京人 她不穿 她永远是 最次穿上海和广州的鞋 那是那个年代 多挑剔 非常挑剔 从小她喜欢吃巧克力等等 就我们都觉得很奢侈的食品 太腐败了 江小姐啊 然后呢 就会一查 好 我母亲那个家族 我母亲那个家族 往上倒五代 山东历经的大盐商 从道光年间开始 连续五代 一个县的首富 所以我就后来能理解 我妈为什么好多 就是那时候在军队 你知道 她怎么会有这些毛病 自然间性的毛病 我妈是什么都不吃 有异味的东西 全都不吃 以至我离开家到农村的时候 我要学会吃葱姜蒜 吃牛羊肉 吃腥的 什么都得吃 因为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她不知道 有任何异味的 她都不动 你们家伙食不怎么样 伙食不强啊 这个都没弄 韭菜什么的 但我爹那边就不一样 我爹 我的曾祖父 六岁丧 六岁丧父 十二岁丧母 十二岁就是孤儿 出海 不出海就是死 出海是死亡率最高的一件事 就是渔民的死亡率仅次于矿工 那当然 他东南沿海就有 那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你是拿命底这事啊 你所有人出海以后呢 就是你没有工资 只有分成 你出海就有分成 你拿命底这事 命入一股 结果他们就慢慢慢慢发迹 我那 这个外曾祖 不 我的那个曾祖父呢 就发财以后呢 让我爹读书 我爹是他的长孙 长子长孙 我爹是我们家族第一个读书的人 才有了后来有我 但是他读书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39个人出去 一块是参军打仗 历经抗战和解放战争 他是 你不是著名的战役啊 就孟兰顾 这大家都知道吧 然后打济南战役 打这个淮海 打渡江 打上海 一路打进去 他就活着 为什么他活着 因为他读过书 读过书的人都比较容易活到最后 这不治兵不勇吗 说冲啊 慢半秒 在后边喊 也冲啊 也冲啊 就是这肯定有这个原因嘛 对不对 对不对 跑慢点 跑慢点 就是跑慢点 就是你起码得看一下 对吧 你要判断 对 要判断 需要时间 那当然 对对 我们总体才赢了 要没有这些治兵的 我们语红警 文人全靠眼光 对对 所以你看他两个家 一个是孤儿 我后来拍了个片子 为什么后来我那片子播的时候 割到最后呢 因为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话 我说 一个哈 一个 就是三代赤贫 最后成为孤儿的人 这一个家族 就我爹这个家族 和我母亲那个是多少年的首富 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撞在一起呢 他们俩不撞在一起 就没有我 对不对 看似一个家庭的偶然 是我们百年中国历史的必然 就是你刚才说的 每家每户都有这事 而且 每家每户 而且你说的这个 这个百年的这个必然是什么呀 你真是看出来 就是说百年这个中国啊 这个这个你的父辈 你的祖辈啊 搞的这个重新洗牌的过程 对 天翻地覆 对 你看你爷爷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啊 你爷爷老个命 是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人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爷爷老革命 你奶奶是大户官僚 官化人家的小姐 你看 这在元古 在更古以前 是不会这样的 你见面都见不着 对 是门当户对的 对 就是这个重新洗牌 但是我跟你说 马爷 你不连说这个 我都觉得 你出身比我高 不是 我说 等等 你现在越说越反动了 你现在 要说血痛 出身了 河北 河北的问题 就在于此 因为 它是烘托北京的 没错 这就决定了 我们的自卑 你知道吗 它一都是 你像京津两大之家事 不是 我跟你说 柯莱说的也对 大概在于啊 你比如说 你要在北京 长大的孩子 可能确实 见识就广一些 对吧 而且 你比如说 我现在交往的朋友 我就发现到 他们其实有 他们不易察觉的 这个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 表现在哪啊 表现就是放纵性情 就是你看啊 你像我们河北人聊天 包括我跟方舟 我发现我们聊天啊 都是 河北有1亿人 里边为什么 我当主持人 你能不能不拉人家方舟 人家方舟 想点飞红 就就是我们 你就看出弱者了 他要拉个同盟 说话才有劲 就是 为什么你看我当主持人 主持人呢 是陪着别人聊天的 我没觉得你陪别人聊天 我觉得我们都在陪你聊天 为什么我们在 我后来我就发现 我这些北京这些朋友啊 仔细想想 哎 真的像马爷一样 就是他觉得 他当年在惨 你听这 这父亲是 也是 波兰壮阔的 波兰壮阔 中宣部的 或者是我原来 你是四野的 或者他是 这个那个 你要知道 你像 回到像我们的老家 我一想 马爷您能追溯到 您祖上 您的祖父 我们家祖坟都没有了 我那天问我爸 我清明前 怪不得老不发财 咱那祖坟呢 我爸说 你那坟呢 不定什么时候 农民村里 耕地就给平了 也不告诉我们家 这真是沉默的大多数 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呢 你看 我爸我妈 都是 他们都是农民 都是农村出身 我就发现呢 骨子里啊 有 循规蹈矩 或者说 把一个 就举重若轻 有这些成分 甚至于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记忆啊 马爷 很有意思 我就当时啊 就是我觉得 北京孩子 真的是特别 怎么呢 活得特别有自尊 那就是 在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特别流行 跳霹雳舞 有一个全国霹雳舞 我那时候 从来没去过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 对北京孩子 有一个印象 那什么印象 就是全国霹雳舞比赛 啪啪啪啪 霹雳舞在石双庄 一个体育场 但是呢 是全场啊 就是那个 肯定是有黑哨 那个裁判 出了就有 有有有有 有黑幕 全场都看出来了 对 但是呢 我就发现啊 你看我们河北代表队的 包括其他代表队的 明明知道不公正 是吧 但是也就是 忍气吞声了 忍气吞声 表演完了 就走了 最后我记得上来的是 北京四五个小伙 这次四个小伙 可能是约约好的 上来跳的特别 帅 最后一个汉地八通 砰 加这个小伙 啪一拍肩膀 走 哥们他妈撤了 当场就离席了 你知道当时 对于一个石双庄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你看 哎呦 北京这还真是天不怕 地不怕 就那么魂不吝 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我就会觉得 这个 这个好像他们就是能够这样活着 任情任性的 魂不吝的 而我们呢 似乎就是 特别要守规矩 我觉得您说这种 还有一个原因 其实这种所谓放纵性情啊 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于 占用公共资源的 不害羞 讲得好 早该批评他们了 就是这么会 你们从小就占用公共资源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让方叔说完 其实就是说 包括在您说的这个HR 看给人端茶送水 最甜 他其实也是占用公共资源 就是因为啊 他这给人端茶送水的时候 唠嗑的时候 所有的关注点 就在他身上 所以呢 他就不害羞嘛 暴露在大家面前 让大家围着他转 包括在公共话语空间 说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你们小地方的吧 我们也是天下第一桩啊 对 其实就是会对于 占用公共资源这件事 就不好意思 就挽回撤 觉得自己 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情绪 不好意思让太多人 马爷 我是挺不理解 但是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挺放纵性情的 但是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就老会觉得 就是比如说 你要给公众啊 讲自己的一个事啊 这是一种从小 带来的一种东西 就觉得挺丢人的 就是说哎呦 我有什么理由 让人家听我的事情 但是相比你看到 这么一些性情中人 你也挺佩服他 他就觉得我的事 就是天大的事 对吧 哎 你们说我不好 或者说你不敢 包括说我老婆 怎么怎么着了 或者说我丈夫 怎么怎么着了 他为什么会有一种 觉得全社会 都是我的空间 咱说点实际点的东西 再做四个人 咱们说资产谁最多 一定是你最多 我的资产就是你们呢 别别别 我还只有节目的资产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20岁的时候 进的Channel V 我妈就看我们那帮小孩 一个个扑腾特高兴 我妈特别冷静 说你们这帮小孩 没一个以后会大红大字 为什么 都是贪图享乐 而且呢心无大志 因为你魂不令啊 各个都魂不令 每一个家庭就国外长大的 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 就是对你们说起来 好像是什么 怎么说有特权阶级 其实哪有 OK 不管 我们都是胸无大志 我们魂不令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啊 我没有这个竞争能力 所以你看 现在活得最好的 圆州派 枪枪三人形 因为我们家定的成分是什么呢 不管定成分 夏中农 你不说这个 你有一个促进经济繁荣 文化进步的一个驱动力 你的虚荣心足以驱使 你们一步一步往上走 我就是在那 还是在那低了 主题界的鱼脸 我没有骂你 我没有骂你 我不是齐同磊 对 我不是 我不是 凤凰男 你是一定要这样子划翻的话 这就是我想说的 他还是很敏感 其实在他说这话之前 我就想说的就是这个事 你刚才说的全是现象 我们的结果呢 结果 对 看结果 结果 你看你出来了吧 你有竞争力 好好好 你知道 是的 你有竞争能力 我没有竞争能力 我告诉你 我参加 风中也出来了 中美女做家 你别老大 你当周期 你们两个都一样 我参加过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对我教育巨深 人家就拉着我去 我不知道干嘛去 我说我不去 说全是开国元勋的后代 好那天一去 咱就别说人了 说人不好 全是开国元勋的后代 这谁儿子 这谁女儿 有的长得还真像 就什么说贺梅老总请客 我当时以为 全是开国元勋什么这些人 我去了他妈一个人 就坐那 老老实坐 你也是元勋 我当时以为是 贺龙他们家的谁 感情这请客的人 是贺币煤矿的老总请客 把我 没老板 没老板 没老板做东 做东 弄他们三十个人三桌 然后我就觉得特悲哀 这船人 您这空间大样的 当然悲哀了 别大了 他们啥也不是 我一看 我说咱弄一个贺币煤矿的老总买单 就为吃这么一顿饭 然后有几个人上去朗诵了一点 自个写的 四六不靠着诗 弄得我特难过 从那天我就发现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就说你那事的悖论 这些人出身都非常好 全都没有出息 但没有出息的 我也不吃这顿饭 我那天就算误入虎口 吃了这顿饭 谁去吃这顿饭 因为我没闹清楚谁是谁 我才去的 您想想 这些人的条件 那要说起来 我爹不叫官 我爹就是一军人 这些都叫官 都是开国原心 全是顶级人物的子女 依然没有出息 还是在自己 家教是一部分 家教只能限制你的举止 和这些很浅显 更多的教育 是社会教育 然后还有一个人 对这个事物的自我约束 我觉得自我约束很重要 你肯定有很多自我约束 我自我约束太大了 你知道我之所以 你知道什么不能干 我之所以没有混到 齐同伟那程度 就差点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就是说 你看我们家夏中农 所以就是这种 一亩三分地 就是人们过去 人们说我们这个河北人 河北人有的超越了 但有的这样我就没超越 就是说一亩三分地 小富即安 他呢 特别容易知足 但一旦知足了呀 他就不再往前走了 但是呢 你要是说像齐同伟 这种出身农村的 他好像啊 我还见过这一路 就是说 为什么他能成功 我跟你说 坏人最勤奋 好人 我现在发现啊 就是有些时候干活 对于好坏之分 不是 就是说那种 人也有勤奋 我就特勤奋 我也有勤奋 那好不好 就是这个 那个情分 你必须理解成钻影 就坏人太钻影 钻影要付出努力的 在中国这社会 你真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坏人 就是鲁迅原来写过嘛 说这个 他扣斯杂改名文章 他就讲猛人 我觉得那个贺碧的 那个贺梅 他其实就是这个猛人 他猛人呢 他需要一堆包围者 那他卷的这个包围者 可能就是这些出身好的 其实是一个互利的关系 那方舟我问你 你觉得就是说你会有这种吗 你比如说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就好像是外地的小地方来的 他确实在北京同学面前聊天 那时候哪怕是个北京口音 他自己就会觉得有点怯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是 清华已经是北京小孩挺少的了 所以好像没有 而且我是名人嘛 他不一样的神童 就是我角色程度比你好一点 你们俩别在这边演角色 这真令人做偶偶 简直了 但是小时候有 我写的第二篇文章 就是我想出生在北京 就是大概六岁半的时候 第二篇文章就是这个 但是你要想 如果你出生在北京的话 因为有一个这么棒的妈妈 你不会像现在这样 肯定一样 没有一个翻吧 翻吧 进去的翻吧 而且北京本身就不是 纯粹的北京人的北京 北京因为建国定位首都以后 来的全是外面的人 对我是胡亚人 对我小时候听那个 叔叔阿姨们说 没一个正经 没错 可是我总觉得 你要没有这样的长辈 你也不是你这样的性格 当然 你像刚才他说他奶奶 说他妈妈 这家庭仗义 看你明显都眼光不对 对 这个家庭仗义 肯定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人活得简单 我就是因为知道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但是我要特别简单地活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 一中年妇女 活得这么任性 这么简单的 就我呀 我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总行吧 是 你看你就能什么都不要 但是要是我们 小业主成分的人呢 我们就得有点 什么都得要 你有点流氓无产者 你知道吗 对 就是我就 其实真正的小富基安是我 我稍微有点 我就行了 然后我觉得我要那个脸 比要那个钱要重要 在脸和钱当中 我一定觉得是脸 但是你看 你 你假装自个人是屌丝 你特别辛苦说 我这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 你明明是从 强强三人心变成了原装派 对 那也是从富农变成地主 这个节奏 对 你看我到现在 也还只是个富农啊 不是 我觉得咱也不能 为出身论 是吧 对 它是一个影响 最后你看 你又回到革命的道路上 人间正道是沧桑 你我 你不承认 为什么要说革命 我为什么不说 换一种是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这个理想 早期的理想主义者 就是简单直接的 中国有早期的共产党员 然后有十二月党 这不都是理想主义者吗 这是不是你的DNA 你骨子里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谁没有理想 但是每一个人的理想是不一样的 有的理想是买房买车 我的理想也许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的理想是什么 就能看出出身来 你格局 那我要小心想一想 那就是还是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 你看 这一样 这跟出身不一样 出身她 她妈妈就是女作家 对 所以你看她 她妈妈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女性 对 那马爷的理想呢 说句实在话 我在跟她脑子想 我这急速在旋转 我就想不出我的理想 我认为就是理想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东西 能实现的都不能算理想 那叫目标 理想就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东西 人生有理想是很美好的 因为它永远有一个 你实现不了的东西 在前面引导着你 或者罩着你 文桃老师 问你 你现在会在什么时候 感觉到自卑感呢 就是年过半百的你 她现在看着你就有自卑感 她哪有自卑感啊 她有 她看着你小美女就有自卑感 不是 我根本上就 我现在把自卑感当成自豪感了 我就 我甚至认为 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 比如说对我来说啊 说实在的 出来说个什么事啊 我都觉得挺害臊的 其实对我来说 是要抵抗一个内心的 一个障碍 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 是什么呢 你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啊 我就会觉得 臊眉大眼的 但是你看人生就是矛盾 你干了这个 不要脸的职业 但是你就知道 我的心里有多矛盾 就是说 所以说我的理想就是退休啊 但是退休的前提是什么 再挣多点钱呢 衣食无忧啊 对衣食无忧 就挣多点钱 然后算的钱 就够了 就挣的钱永远花不掉 挣的钱永远花不掉 然后你就发愁 怎么把它花光 对 然后再找一个 像克兰这样说的 对这个物质上 没有太大欲望的女性 这咱就起火了 不可能 你必须得找一个小美女 然后聊聊天 然后侧面秤面 如果你长着小美女 她对物质上没有需求的话 你的生活特别没有意思 真的 感觉一辈子挣的钱 花不出去 对对 你脑 行 就咱们都实现理想 理想 超越咱们的初衷 我觉得理想就是 真挚圣贤吧 这还是挺重要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